好,我們感應器這樣接好了以後呢 到我們的電腦上面去測 是不是數值有出來 裡面 你說過 你的韌體接完你只要 做 USB的連線確定 當你看到Ctrl-C Prestar Squatch的時候就表示你 的設備 電腦已經抓到而且連線成功 這個時候你不要把這個視窗按叉叉 請按收到最小 啟動 開放硬體 Squatch 2 那在更多機目裡面 我們就會有 綠燈出現 然後這些機目就可以用 事件開始 拉出來 在S2A裡面 我們必須先定義 他做什麼 他做什麼 比方說我們剛才接在 數位角位3 那我們是 按鈕 所以是信號輸入 我們告訴電腦 我們要用這 一個 數位角位3 來當輸入 在這邊 0 0 1 2 3 我們是接在 數位角位3 所以 請電腦 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什麼 請他說 數位角位3的值 數位角位3拉出來 他的值是多少 那間隔多久 你可以加也可以不加 有時候加是方便 數字不要跳太快 那我們先不加看看 然後執行 他說0 為什麼 因為 我們的 按鈕 並沒有按上去 我們的按鈕還沒按 所以他是0 那我們按鈕按下去 他變1 放掉0 壓下去是1 這是數位角位 數位角位他只有兩個信號 他不是0就是1 好這是數位角位的一個特性 0 1 好這是數位角位